LEO 聊世紀 體驗無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狐獵天人 這場比賽也是TNT的超級隨機喔 兩邊一開局就已經點下了支部技術 兩邊對於這張地圖似乎有點害怕嗎 我確定大家先點支部可能有他的意義戰 或者是他們在練地圖 這場超級隨機這個地圖 木頭數量實在是有夠多的 跟這個競技場黑森林的數量其實蠻相似的 地圖是非常的狹小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選擇 是紫色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 喬治亞開局擁有一台免費羅車的經濟優勢 喬治亞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科技 後期騎兵也有人口減免 而且莫娜斯帕攻擊力可以高達22點 甚至比游小還要高著傷害力 喬治亞的前期的進攻與防守 這邊開局都是兩隻嘛 看一下這一波交換 目前Dark有點劣勢 安迪這邊是拉了一隻村民過來搞 但是這隻村民好像要死了 但肉馬回來 回頭打一下 兩邊的肉馬殘血 這隻殘血會不會先收掉 完蛋 但目前Bredian這邊還有兩隻肉 這隻殘血村民要回家了 前期開稿一波 確實騷擾到了喬治亞這邊的一個節奏 喬治亞人的後期呢 防禦劍塔也是特別厲害 這個絲萬塔 可以讓這個劍塔獲得串燒效果 而且所有的防禦建築物的攻擊力 都會加兩點 例如這個料望塔城鎮中心 全部都有 這個 攻擊力加的特性 這邊肉馬流進去 這張地圖 野味非常多 直接插一個魔法 就可以吃乾抹進了 這邊過來 剩下8滴血 看一隻肉馬也能解決得掉 好 好 那現在不列天沒有 欸 這裡拉兩隻村民來射這個路 哇 這個射的很優感 村民回頭打一下 哇 洛馬送掉 哇尷尬了尷尬 這個有點麻煩 好 那現在這兩隻洛馬都殘血 唉唷 這一隻打完 這一隻卷沒打 剩兩滴血而已 好 現在是喔 眼睜睜看著對方的村民喔 來射掉他的所有的路 選喔 哇 這個舉動讓喬治亞 這邊是經濟非常優勢喔 這邊這些路可以完全吃完的話 經濟加成是非常多的喔 那喬治亞呢 吃野味喔 可以靠這個羅車喔 所以待會補一個羅車來吃喔 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好 這邊趕快把這個路 全部 射掉 好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捕獵尖 那捕獵尖 那捕獵尖的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工兵的射程非常遠喔 而且他的工兵單位喔 還有這個長工兵可以用 射程高達12點喔 那巨型投資機呢 還有這個戰藍科技的關係喔 所以巨型投資機打不動單位時喔 命中率是高達99% 而且落彈範圍喔 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範圍增上的效果喔 就是落彈範圍非常廣域喔 也可以一次擊殺非常多的單位 所以柏內甸的巨型投資機喔 也可以當成火炮來使用 那柏內甸人呢 後期也可以轉出劍勇啊 這個肉直接臭掉 拉了很多村民直接過來吃 稍微吃一下還是可以補生一些經濟的 畢竟不吃鹿肉經濟會差蠻多的 好喬治亞這邊補下了一個魔防 似乎想要點封建時代了 因為如果這邊再補一個羅車的話 木頭會不夠 下這個魔防就不能升到封建時代了 好喬治亞這邊是 有可能打算直升城堡時代嗎 好算有機會喔 這邊其實壓力沒這麼大 不利店這邊是 載家龍22村 附下的採礦地 唉唷看來是要打工兵快攻了 好上面的一隻肉馬過來 然後村民沒有碰到 趕快先圍不要理他 上面直接圍死 OK喬治亞這邊確定了 是要打直升 這邊P數可能是要打26加2 因為剛剛前期這兩隻村民 在打架的關係 所以這個村民數多按一點 會比較好應付後面的狀況 好比利店人點下了封建時代 OK果然是打一個封塊 當然他這邊 其實25P也可以升城堡時代 但這邊不利店人可能會不夠肉 甚至木材也不太夠 所以要升城堡時代是稍微有點困難的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不利店要怎麼升城呢 這邊農田可能要再灑一些 但如果再灑農田 就也沒有辦法趕快升到 城堡時代了嘛 現在大衛還要下兵工廠跟市集 所以不利店人這邊撒農鐵也不能撒太多 好五個村民伐木 那現在肉也不太夠 待會這五隻村民可能要先去伐木一下 不然就是要靠黃金買賣一波 會比較好一點 不利店應該是還是可以升到城堡時代 好那喬治亞這邊是點下封建時代 這件是選擇了27匹耶 哇更後面了一點 這邊是有先圍死 博雷典左邊也圍得差不多 沒意外的話升城堡時代的全是博雷典 博雷典這邊要先補一個市集 再一個兵工廠 這個位置 這裡有沒有動呢 好像有一個人可以穿越的距離 但不確定 到底能不能過去呢 好 這裡買一下100肉 OK 升到了城堡時代 下了一級伐木 小瑟亞這邊也是要來直城 接下來兵工廠 那待會還要再補一些 這個市集 肉稍微要買賣一下 到底要賣木頭嗎 OK 賣石頭 然後升城堡時代 OK 好 那目前經濟來說 捕獵雷典好像是暫時有領先的 雖然自己的路被射爛 但是小瑟亞這邊沒有補羅車喔 這邊補這個羊了 好像效率也沒有到非常好 這也是撒了一些農田 然後繼續 打獵 把這個魯肉吃完 好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正面這邊來看一下 欸 看到殘血的 這邊有可能追得到 好 喔 差一點點 來得及回家嗎 來不及 唉唷 最後還是打到 在城鎮中心 射死了 砍死了對方肉馬 喬治亞 開著大村出來了 轉出騎士之後 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布列店這隻村被擊殺掉 手殺是由Duck 喬治亞人拿下了手殺 布列店這邊城鎮中心價格很便宜 木材只需要一百多塊了 大概一個房屋場價格多一點點而已 3TC順利開得出來 那這邊看到對方這樣猛攻 待會可能還是要趕快多一點去挖城堡 籠錢大概補到25片田左右 就OK了 就不會3TC一直轉村 這邊砸一下 拉走 這裏有薄雷攻擊施造所 反擊對方的投石車 草治亞這邊進攻蠻凶狠的 3TC強軍事 3TC繼續給壓力 好 三隻騎士繼續給壓力 這兩隻 好 布列店人 這裡要怎麼應對呢 這邊投石車有高地優勢 哇 被砸爛 那布列店人打生頭 會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就是沒有辦法使用救贖思想 所以打布列店人用生頭 確實是一個好選項 這裡的話就是布列店要轉肉馬 不然就是要轉騎士了 去砍這些工程器 不然就是用投石車反擊了 當然長弓兵是個選項 但長弓兵需要形成一些數量 而且二級色也要升級了 所以要快速解掉對方的生頭戰術 投石車應該是最有選的 好 但現在門口被壓制住 第一打高 也沒有辦法讓投石車拿到優勢 相當麻煩 這個情況 而且待會 這邊防止兵工廠被打破之後 待會也會被騎士溜進來 這邊可能還是要轉一些生旅 防止騎士直接衝過來 好 已經補生旅了 這邊 補列店反應相當正確 好 這裡補列跟城堡 但投石車砸到了一發 順利殘血 生旅放出來 趕快招翔 好 這裡有機會招到 我可以自低騎士 這邊投石車換個一下 沒換到 洛馬過來 哎唷 投石車高達地 順利解掉 好 這邊城堡 這邊蓋了起來 好 這邊再蓋更 挖更多的石頭 好 想要蓋更多的城堡 長弓兵沒有打算要去補 可是決定先補了一個輪軸 增加一下經濟 好 看一下交換喔 車閃 車閃 有塔爆 村民 生旅過來著想啦 這邊騎士 哎唷 投石車換得很好 哇 一台換兩台 三台要來了嗎 第三台沒換到 再投一發 回頭 預判 失敗 哇靠 安迪這邊投石車控的真好 這裡再一發 找到後方村民 殘血村民還在修 哇 這邊終於高達地 換掉了投石車 OK 這邊順利轉出了 長弓兵 長弓兵這邊還要升個二級射 那 看起來沒有射到 好 那要升個二級射才有七點射程喔 那這七點射程跟 投石車喔 是一樣的射程喔 所以 所以如果你要跟他對射的話 還是要升這個二級射才行 才有這個八點射程 稍微可以壓制 那如果木材夠多的話 可以等一下一勇騎兵喔 再增加一次射程 然後射程總共會來到 九點喔 五加四的射程 那這樣射投石車就會稍微好射一點點 這邊投石車可能被換了喔 兩台傷害很高 射的掉嗎 哇 來不及射掉 投石車被修了回來 我們有森林著想 直接回頭 喔 直接進入到了城堡射程範圍裡 這一波不列碟人 抗壓能力還不錯 喬治亞這邊進攻沒有停止 村民數只有五十一村而已 好 城堡目前還有十五%才會蓋好 這時候不列碟人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邊斷村斷到十分鐘了 庭村生地王 這樣可以來提早防止對方的巨型投石車出來 這邊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完蛋被抓包 投石車開始在亂砸了 這裡只有長弓兵 沒有騎士 也沒有肉嘛 生女 過來 看到長弓 長弓 唉唷 這個預判很漂亮 長弓這邊高打滴 招搶到了一隻 把這四隻長弓給解掉了 好 喬治亞這邊轉出了莫娜斯塔 這個投石車有點白給 這樣個城堡變倒車堡了嗎 這邊可以招搶敵方莫娜斯塔 反擊投石車 也是個好方法 在這邊先造出村民 結果直接被投石車一把砸掉 現在生女並沒有神聖思想 這邊高打滴瞬間解掉了長弓兵 還是沒有高打滴呢 這邊是稍微有點偏下面了 確定是不是第一處 好 最後取消了在右邊城堡 這邊生女招搶一下長弓 長弓被城堡被撤掉 對獵巾的人稍微還是被壓制住了 好 喬治亞這邊 丹齊西樹帝王 下了一擊射 巨型頭司機開始量產出來 右邊也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想要封鎖不列天出來的道路 那這邊只能往左邊擴摟 直接加力補兩根城堡 待會一生地王室戴兩根城堡 生巨型頭司機的速度就會很快了 好 喬治亞家裡並沒有其他動作 只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稍微增加一下村民的工作效率 那強化教堂沒有補在黃金礦附近了 就有點可惜了一點點 好 稍微兩台巨型頭司機出來 先拆左邊的嗎 對 左邊先拆 因為右邊蓋完城堡村民 沒有往左邊走 這邊應該是可以先拆掉左邊才對 欸 怎麼是先打右邊的呢 那吵治亞的休禮費也是相當便宜 可以節省25%的資源費用 所以應該要先打左邊才對的 哎呀 喬治這邊好像選錯了標的在打 好 喬治亞點下了增兵技術 好 這邊巨型頭司機來到了4台 看起來是要直接做6台唷 莫拉斯法這邊魔懸插掌 感覺隨時都會衝進來 對巨型頭司機一陣輸出 但這邊還在等待機會 好 這根城堡要被打掉了嗎 欸 沒有打掉 OK 終於被打掉了 紅車想要往前砸巨型頭司機 但自己的城堡也被收拾掉 像我們邊是巨型頭司機大戰 右邊補下了一個新的軍營 現在不列店沒有空地可以下軍營跟馬舅之類的單位 好 巨型頭司機反至頭司車 反這裡才回去 後面的臭屏直接爆打頭司車 頭司車過來砸生鋁 生鋁直接走位一下 自己遭翔 收村 收生鋁 生鋁又出來 又放出來 巨型頭司機轉向攻擊左邊城堡 現在兩棟城堡都掉的關係 現在莫拉斯帕可以直接進來衝鋒一波 好 頭司車還是沒有解掉 但半血而已 好 莫拉斯帕直接出來 上來輸出 巨型頭司機血量一直想要被拉回來 哇 這邊不列店打的可能壓力很大 長長兵現在才按出來 現在防守來說是有點極限的 但喬治亞這邊的巨型頭司機也只剩下五台 OK 有機會打到嗎 唉唷 差一點點 不列店這時候轉出了步兵鎧甲 要來一波絕地大反攻了吧 這邊用生鋁去招牆瓦斯帕 好 這邊巨頭被拆掉 高打第一的巨型頭司機還是較厲害一點 不列店在裡面有多餘的次元可以點戰狼 甚至沒有新的城堡可以點 但這邊有大量槍兵可以開始反擊回去 喬治亞開始被打退了 混數62吋對85吋 好 這邊巨型頭司機只剩下一台 不列店直接變成西班牙 報名利流 趕快用村民去扁人 喬派 全套開打 好 脫掉了生鋁 再一槍 OK 少挑一隻 他們這一隻應該難逃一時 現在變成槍兵流 喬治亞有點打不太贏的感覺 好 但是到帝龍時代的喬治亞 還是要決心要打生鋁戰 好 不列店這邊勝利也過來招想一下村民 不列店點下擊兵升級 有一個槍兵路線 不列店人現在是有想法的 好 開始拆除外圍的巨型頭司機 這個軍營 先拆掉 巨型頭司機沒有被拆喔 不列店人的巨型頭司機再次架了起來 現在有槍兵防守 應該是能守不住的 好 開始不列店終於解放了農地 現在右邊可以開始擴張出去了 反正是喬治亞這邊有點危險 只靠生鋁要打大量的槍兵 也是不太容易的 好 這邊槍兵做到非常多事情 好 列店終於解放了二級色 要回頭轉長弓嗎 這邊回頭打的是戰毛兵 而不是長弓 現在也沒有城堡可以出長弓了 好 這裡大量長兵再次往前 OK 還是一堆聖女被戳掉 這邊朝著牙大可並沒有把聖女碰得很好的感覺 好 這裡大量長兵再一次往前 OK 還是一堆聖女被戳掉 一直在跟對方互換 有點小虧喔 現在吵架的人臭命處只有51人 對上不列艦只有10村 臭命差距約為39村 差距非常蠻大的 吵架這時候點一下了神權政治 增加一下勝率的嘲諷難度 稍微會變簡單一點點 好這邊不列艦打兩槍兵再去出往前 永無止盡的槍兵 戰毛兵這時候也要升級好 早知道開車輪擋不住 打出了GG 恭喜不列艦人在這場超級隨機抗壓成功 拿下了比賽勝利 最後只靠戰毛跟槍兵勝利 進行投死機就反推回去了 這一部也算是一個蠻經典的 抗生旅投死車的抗壓影片喔 而且在這種高打地的情況下 還可以反擊回去 屬實不易喔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不列艦拿到1萬元的資源勝利 全資源都以村民處贏了40寸 不贏也蠻奇怪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